哈佛抗老化专家的三个逆龄习惯 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学家 遗传学教授辛克雷David Sinclair每天只睡6小时 他声称靠着三个习惯 把自己的生理年龄降到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 54岁的辛克雷 严格限制每天的作息与活动来维持健康 包括早上喝绿抹茶 吃几汤匙优格来摄取多酚 偶尔吃80%黑巧克力 不过哈佛大学医学院葛兰老化研究生物学中心 Paul F. Glenn Center for Biology Avaging Research主任辛克雷 并不是在每一方面都严格养生 举例来说 一天通常不会睡超过6小时 辛克雷先前告诉GQ 我想很多人认为自己20多岁的时候 是不受老化和疾病所影响的 而我们现在知道的是 表冠遗传时钟衰老时钟 Epigenetic Clock从出生就开始滴答作响 20多岁时我们的所作所为 确实会影响最终寿命长度 关于延迟老化和逆转老化的研究 还相对新颖 不过专家表示 这与你的表冠遗传有关 表冠遗传学是1980年代兴起的学科 在研究不符合孟德尔遗传学法则的生命现象过程中发展起来 经典遗传学主要研究基因序列如何影响生物学功能 表冠遗传学则专门研究DNA序列不改变的情况下 基因表达或细胞表情发生了稳定 可遗传给子代的改变 这些遗传讯息的改变 是透过某些机制或途径发生 包括DNA假计划 RNA假计划 RNA干扰和小体定位 染色质构相改变 染色质重塑 阻蛋白修饰 肠肺编码RNA序列等 长寿专家整理出老化的12项迹象 包括表冠遗传改变 细胞衰老 慢性发炎 若针对这些迹象改变生活方式相关因素 及进行其他干预 或许能延缓老化 辛克雷告诉Fortune 生理年龄远比生日蛋糕上的蜡烛 更能代表健康状态 生日蛋糕上的蜡烛 不会透露你过去的生活状态 以及你还剩几年可以活 辛克雷相信 我们有一天能够把年龄逆转20岁 我看不出任何做不到的理由 只是时间问题 辛克雷从30多岁开始致力逆龄 他的秘诀是什么 他建议可以从三个方法助手 一 吃白犁卤醇 辛克雷认真摄取白犁卤醇 也就是莓果 坚果和红酒中常见的一种多酚 天然抗氧化剂 15年来 他每天早上都会吃几口优格 来补充白犁卤醇 早上通常会搭配喝一杯 充满A格茶酥等多酚的绿抹茶 研究显示 多酚的抗氧化特性 有助加强肠道抑生菌群 降低细胞损坏风险 改善心情 增加心脏强度 不过补充定型式的白犁卤醇 并未受美国食品 基药物管理局FDA监管 若剂量不当 可能有恶心呕吐等副作用 克里夫兰诊所 建议从原型食物摄取比较好 二 不吃早餐 新克雷不吃早餐 并奉行间歇性断食 大餐之间相隔16到18小时 新克雷告诉GQ 自己午餐吃非常晚或晚餐分量特别大 他也说 太年轻就开始断食可能有风险 提醒务必小心营养不良或饥饿等问题 研究显示 间歇性断食可能降低糖尿病 心脏病和失智风险 但断食并不适用每个人 也可能有健康疑虑 更不用说 或许会使有饮食失调问题的人症状恶化 最好经过医师评估 采取适合自己的断食方法 若是断食新手 专家建议每餐务必要营养丰富 并多补充水分 三 避免吃糖 新克雷开始借糖跟肉 饮食以蔬食为主 一般他晚餐会吃米 杏仁和库斯库斯 古斯米 新克雷告诉GQ 我很少很少会吃蔬食和坚果以外的食物 包括牛奶 尽管红酒是地中海饮食的一部分 他也拒绝喝酒 我现在完全不吃乳制品也不喝酒 我非常少会吃喝这些东西 不过偶尔要庆祝或我开心的时候会吃一点 他承认 偶尔吃点薯条 他说 开始这种饮食几个月内 他的血液生物标志和表观遗传年龄 就有极大的差异 以蔬食为主的饮食与降低糖尿病 失质 肥胖 高血压风险等健康好处有关 蔬食也能帮你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同样的 吃太多糖 尤其是高加工食物里的添加糖 与糖尿病 肥胖 心脏问题有关 新克雷说 换成蔬食后 我的记忆力也恢复了 我本来没办法轻易记住电话号码和密码 现在很简单 我的大脑回到20岁状态了 我本来没办法轻易记住电话号码和密码 我本来没办法轻易记住电话号码和密码